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ibala Talk 今天要站在這裡說 因為地下仍然濕滑 椅子也是很濕滑 大家看到這個角落的洞 背後就是我公司 現在看不到的了 但是有些消防車在那裡 因為昨天發生爆炸事件 旁邊的RBC建築已經閉上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還要上班 豈有一次來 我們真的很憂慮和彷徨 它居然不適合照 Anyway 我唯有站在一個障礁旁邊 我又不想遮遮人 有時有些鹽巴菇遮你拍照 我整個門神洞在這裡 所以我需要站遠一點 或者走近一點 你也看到了一些滴滴的雨 所以今天繼續討論投資 Mutual Fund和ETF 相會說的一定要記住 如果你記得 Mutual Fund的好處 就是因為可以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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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錢是最佳的 而ETF的好處就是 它估計投資 手續費極低 如果你投资到一个地步 失败了这两个优惠的话 不如不要选择那种程序来投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至于说Mutual Fund 有什么你可能会失败了投资的优惠呢 就是你用这个Booker来投资 很多时候你用Booker投资 那个手组费会再高一点 同一时间有很多经纪 如果你不出声 它会链七年的 Mutual Fund不准链七年 否则就会罚你手组费 那变了你那个Factibility会小很多 遇到什么大酒盏你走不了 或者走的时候你要蚀2-3% 最好的就是其实你去双熟的银行那里投资 而Mutual Fund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 最主要就是你避免一些100%是Equity 又需要 冷是专业的Mutual Fund组合 原因是因为那个手组费通常很高 接近3% 没意思的 最后你会发觉Mutual Fund 赚不到什么 最好的就是一些所谓 Monthly Income 或者是Dividend Income Dividend Growth 其实你选择这些大题的东西就已经足够 那你大部分Mutual Fund 银行搞给你投资的 多数海外那些都是炸的 所以他如果是说叫你U.S.Market那些 就是你可以投资 但是我觉得他的 performance 不行的时候你就成为数 这样 OK 那这个是这个Mutual Fund 最简单 如果你说是公司那些 现在有个叫做Target Fund 是类似 其实都是Balance between这个Bonds和Equity的组合 但是你又是不用理他自己会慢慢调调 你的SMX随着你那个年龄的增长 那这个也是不失为另一个Alternative的选择 那这个可以选择的 最主要因为他的强项就是 大小小小小小小的 所以你最好是做好你自己的Budget 究竟你那个 Maximum 可以大小小小小小小的多少 如果断断续续 可以每个星期或者B Weekly这样做是最理想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可以attach to你公司的Plan 即是他会加料给你的那些 你就最好maximize 那个benefit 这个是mutual fund的投资suggestion 至于这个ETF的投资suggestion 有些什么注意呢? 记住他那个好处是 他能够passive去manage 同一时间那个management fee 是低很多 无论mutual fund或者这个ETF 你都可以through他的网址 即是那间公司的网址 或者是morningstar morningstar看不到ETF 是看到mutual fund 你就可以看他的资料 例如他一年的手续费究竟有多少 他的十大holding是多少 他那个annual return大约是过去的 那些很普通的资料都有的 但是ETF的strategy有些什么呢? 最主要来说是你要自己 因为ETF它是passive management 你要自己去pick up你自己的asset max 例如究竟如果你想有40% 是放在债券上才算 那你可能就会买40% 例如你有一万元 那你买4千元是XBB 那才算 which就是scotial universal index of加拿大的bond 那这个你可以投资 然后你可能另外60% 你可能会扔掉下去 买TSX的XIU which就是TSX60指数 那你可以这样 就投资 那这样搞定了 那这个最简单 不用犯 而那个手续费 是0.3-0.5%左右 which是一年 那就是很值得玩的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当然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我上次都说过 那个disadvantage 就是你永远就是 跑一个average的回报 那有些人可能会复杂些些 我想试下 有多少少少海外投资smx 那你可能去搞那个 这个money sense 我没有什么 先说过的 那叫potato投资法 我不知为什么叫potato 那它就是分 那将你那些钱分开做五份 那然后每一份买一只的ETF 那它譬如买XSP 那就是S&P500指数的ETF 那然后有五份一就买XIU 那五份一就买这个XBB 是Bonds 那然后另外五份一可能它买 WILL RETURN Bonds XRB好像叫 然后尽量最后的五份一 那它可能买那些 勾了美国的Emergent Fund 那这样 那这样就丢掉下去了 那这个是 就是它比较粗略少少的一个玩法 那但是如果你比如 你愈再分小一点的 有些譬如 现在连sector都分买的可以 譬如我是XFN 就只是投资这个 银行类的XIT 就只是投资IT类的那类 那你可以玩得很小的 那这样 那这个就是 你就要去对那个行业 或者是某个区域 来到去有一个 比较熟悉少少的行情 究竟今年或者 未来的那几年 这一样东西 会不会在Average 中跑赢一个 General Average 那这个你要自己来到去断定 然后你如果本身 你对一个宏观经济 或者某个行业 不是个份熟悉的时候 就未必是最理想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当你已经是很Active 去Passive的时候 那譬如你买 Financial Sector 我看好它 那时候 接着个Question就是 那为什么你既然买得 Financial Sector 为什么你不买一只 是最好的Financial Sector的股票 which is 就是直接投资股票 那接着还有另一个 再特别一点的玩法 就是连这个 对冲都玩了 那有这个 ETF也都可以玩对冲的 那就 譬如有些什么 风险强弱指数 volatility rate 或者譬如 有些ETF 就是Hedgeworth的金股 或者是油股 那个走势 那这些都可以玩 但是 我觉得 如果你既然玩得 这些的时候 那你就 你都不应该玩 ETF 另外还有一个 suggestion 就是ETF有一个 叫做 它也有 Dividend Fund 那美国 那美国 那叫做 PV 我忘记了 那加拿大 那叫做 XDV 那就是 简单来说 是一个Dow Jones Dividend Index 不是真的 Dow Jones 那它纯粹就是 Pixar 那只 收费股 那 收费股 那 利息 现在都有3.8% 都算OK 那 主要是一些银行股 和加一些 Utlity股 那 每年收费 那 那个回报 OK 如果你又是什么都不想 派你 那 你简单来说 就是有一个 XDW 再购 少少大券 XDW 那 这个是一个最 我相信 比较稳健 而又 不用怎么办的 一个方法 那 当然 ETF 就不是要你 大赚的 除非市场本身大赚 否则 就 通常是一个 FH回报 那你一定要知道